冬季运动有天然的劣势 甚至到现在都仍然未有国际标准的劳斌场 不过哪怕情况再困难 运动员仍然努力不懈 由十几年前开始大力发展 香港总共有三位运动员 可以登上冬季奥运会的舞台 分明是02年的任家贝赛宝宜 以及是0610年出战两届冬奥的韩月商 他们都是短度触画的女子运动员 而下年俄罗斯冬奥 可以披着港队战衣出战的就是他 哇 厉害啊 品涂 果然速度那么十足 不愧是我们香港队 唯一一个拿到冬季奥运入场券的短度触画选手 品涂 你现在就20岁了 其实你是多少岁开始接触流经运动 继续练练这个短度速画的呢 我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流冰这个运动 接着一年后我就开始练习这个短度速度流冰 当初是我的教练 女石教练教我流冰 我开始都很喜欢这个运动 因为很快 很帅 其他运动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都很喜欢这个运动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计划 这个部署去冲击这个奥运入场券的呢 其实呢 为了这个奥运呢 我已经早在三年前开始准备了 一直现在是按着计划去实行 那是一年前开始呢 就是觉得自己有个水平 其实可以更加去冲击这个奥运之间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你目前最佳的成绩就是 意大利站得出2分15秒11 那其实跟冠军人马 或者前列分子的时间上面 那个成绩上差距有多远 可以怎么收窄这个距离呢 那一站的冠军是2分13秒 其实我的时间呢都不算太差 但是可能是比赛经验的不足啦 技术过人的方面 还有差一点啦 所以如果这段时间回去 就是专注在这个 过人技术的方面呢 可以将那个距离收窄些 现在你大部分时间都已经投放在训练上面 已经是个全职的运动员 那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转了全职的呢 其实呢 我在4年前 上一届的冬季奥运会之后呢 我就已经准备了 转做全职运动员了 我知道你转了全职之后 就是近这几年的时间 都在外国的地方训练了 其实整个历程 怎样和有什么帮助呢 最初初呢 就是在加拿大那里训练的 但是那里水平不够 接着我就转战了去 东北省 长春 接着就是哈尔滨 那里就是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呢 还是未够 所以最后呢 转接到呢 去了这个韩国首尔的体育大学了 那里差不多有一年半的训练 到现在来自 那里的训练 教练啊 教练啊 和所有的安排都特别好的 对于我的奥运 参赛资格呢 有很大的帮助 它是每个星期 和每个日 都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训练课程 譬如 星期一到星期三 我们就会练 呃 星期三 星期四 就或者会去做健身 举一下重 星期五六呢 就会做下其他技术动作 那呢 至于冰上的课程呢 我们每天都有的 之后 就早六点到八点 跟着下午三点到五点 那刚才你都很详细 讲了你在韩国的训练的模式 每一课是做些什么的 距离这个冬季奥运 要出自俄罗斯 还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那接下来的距离冬季奥运 就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左右 那这两个月里面 那个训练的量 是会再提升一些 还是会下降一些 那样会在 第一个月呢 会集中在强度训练 包括内力方面 会长跑会加强多些 这样去冰上呢 亦都会将速度 尽量有多高 提多高 接下来的一个月呢 就是备见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 不会太过训练很多 但是会休息反而会多些少 这样 做够体力 全力去打这个奥运会 好的 祝福你 可以有好的成绩 谢谢